3 2 1 元宵 2月27号晚间的东山烟火秀 您有清零现场感受 缤纷烟火的魅力吗 东山相公所原本是考量防疫 把元宵团圆宴取消 改用释放高空烟火的方式 让民众感受一下元宵节的欢乐 但活动当晚尽意外创造超高人气 不管是要观赏烟火还是要逛夜市 大约有6万人次涌进了东山火车站前与周边 是前所未有的场面 那我们办了那个烟火秀 那长达将近12分钟的烟火秀里面 那涌进了将6万以上的人潮 那这是东山乡史无前有 在第一次的这样的热闹的氛围 所以不管是在整个火车站 在整个任何东山的每个街道上面 都已经是几万人的一个中文之下 让东山人非常的确信 非常的确要 就是东山有展现了这样的一个活力的一个画面 不过呢 很多国家的好朋友 在外观市外乡店的好朋友 包括我们出外打招 这些青年朋友都这个家伙 欧欧巴的这些都是联系者 所以说那天刚刚刚刚讲过 全都用住几万人进来 可以说把整个东山 这些所有的大家商行都集抱 这是非常的好 公所也发现活动过后 不管是烟火还是旧合港灯节 或战前广场的月亮什么东东级稻杠卷 网路讨论度高 热度未减 本来预计所有灯是在3月1号要撤展 不过为了让更多人在看到网路文章后 还有时间能来走走拍照 所以决定将大型灯室和艺术装置保留下来 而公所广场的金牛也会移往火车站前广场 现场展品会做细部调整继续展览 现在目前我们原本灯节是在3月1号结束 那由于那天整个的一个效应 很多网路上都一直在流传 那现在很多全国的民众有的也在反映说 他们要再继续过来 所以我们有一些比较大型的这个街景艺术 一些地景的一些艺术品 那我们会再继续延长 那让一些还没来到东山的全国的民众 让他们有时间可以利用休假赶快过来 至于元宵应景的小型装置花灯 这几天会先拆除 最后续展的灯饰和造景要展到什么时候 目前还没有明确时间 公所会在试状况决定 宜兰新闻记者黄竹汉采访报道